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4月28日 已經是 星期日了 我們中國人民有很多老朋友 全部 很多在 地獄裏面跟毛主席一起享受歐利根 以及諾悠禍的服務 在活濟世上的老朋友也不少 例如俄羅斯 北韓 伊朗 還有非洲很多國家 其中一個叫津巴布韋 這個國家可以說是非洲的一個極端例子 因為以往 津巴布韋 其實是羅德西亞 非洲來說 跟南非差不多是數一數二的發達國家 當地 又有錢 人民又富裕 自從黑人這個解放運動 他們由黑人奪取政權 白人撤出之後 整個國家 就出現了一個天翻地覆的改變 由於 嚴重的貪污腐敗 搞到這些國家 民不聊生 大量餓死人 好 很多人都覺得 是不是白人特別厲害 因為 很多時候白人 相信那個制度 他們撤進了制度之後 人們都願意跟隨 所以 我們其實 不需要有一個好領導 我們最重要是需要有一個好制度 因為領導 如果你期望這個領導是好 下個領導更加好 就死火了 中國人 最大問題就是 日日在盼望 明君的出現 結果 一個暴君就比一個更加無能 一個就比一個更加暴躍 說回津巴布韋 再一次成為中國熱手 為甚麼 不是因為他們發行了100萬億的紙幣 是世界上 最大的紙幣 在90年代 藍斯拉夫當時發行了最高面額 五千億 五千億 其實 好像大於陰獅子 以往陰獅子好像是五千萬 他一張紙幣是五千億 其實中國也曾經試過 這個貨幣多過陰獅子 在民國時期 民國後期 由於經濟崩潰 為甚麼 因為中共大量印製 國民黨的偽鈔 變成 當時 大量的錢在市場上 不知道哪張真哪張假 當時據說是蘇聯幫手印的 因為蘇聯也是一個國家 它國家的駐幣廠 當它國家的印鈔廠印出來的 當然那個水平是拍得住美鈔 當時的國民政府是委任美國的印鈔公司幫手印的 結果 由另一個國家印魅鈔出來 民眾當然水平沒有那麼高分不出 結果 貨幣的大量供應 導致經濟崩潰了 中共 奪取政權也是有助金融戰 中共打了很多場仗 包括鴉片戰爭 包括金融戰爭 包括謊言戰爭 以及最後的暴力戰爭 我們再講述 津巴布衛又如何 津巴布衛更誇張 津巴布衛發行了 100萬億 100萬億是甚麼概念 1千億 1千億 1千億就是100萬億 後面有十幾個零 數到數到數不到 但是只是一張銀子 其實 銀子貶值到這樣 會出現另一種情況 就是股市狂升 我們跟大家說過了 實際上 如果中國好像津巴布 這個A股可以上四萬點 沒難度的 是有一個可能性 會使港股 不是說四萬點 40萬點也可以 為甚麼呢 怎麼能達到40萬點呢 我告訴大家 津巴布衛也有股市的 大家知不知道津巴布衛的指數是多少點 是91萬5千點 大家沒有聽錯 91萬5千點 所以 指數其實 沒甚麼所謂 你想要多少都可以 好了 津巴布衛這次再上 這個熱手磅不是因為股市升得很厲害 是因為 津巴布衛的股市 一夜之間 跌了99.99% 一夜之間清零 好了 由91萬5千點 跌到100點 所有的股票 化為灰準 簡直是像化寶盤那樣化為灰準 好了 為甚麼會那麼誇張呢 跟大家說說 由於貨幣的極速貶值 所以人們沒有東西買 除了股市可以立即買到之外 所以每個瘋狂把錢買股票 津巴布衛的股市 從今年年初到現在到4月份 升了330% 升到 91萬5千點 好了 金融圈說股市是經濟的呈語表 是不是呢 當然不是 因為 同樣的情況 也在阿根廷出現 阿根廷指數 也升到70多萬點 原因就是他的貨幣貶值 是以每年 超過100%貶值 每年都貶值 他的通脹率 知道多少嗎 他的通脹率原來是3000多% 原先是7000多% 現在因為這個米來的經濟政策 通脹率已經好好了 3千多% 即是你買個麵包 今天一元 下年要三十多元 津巴布衛當然股市就不是因為經濟好而股市升 是因為 民眾透過買股票去抵抗 通脹壓力 津巴布衛 我想這十幾二十年來 一直都飽受 惡性通脹的痛苦 由於物價騰飛 現在津巴布衛在用的 叫做津巴布衛員 面積越來越大 政府用印度100萬億一張 實際上其實 津巴布衛員 已經改過幾次了 現在其實已經不是津巴布衛員了 稍後跟大家說說 他那個津巴布衛 貨幣的免值 幾乎大過 陰獅子 因為陰獅子也沒有那麼大的面額 從來沒有那麼誇張 由於當地工人知道惡性通脹太厲害了 結果他們一出了糧 就趕快去正經市場買股票 就在 這個股市大升的起業之中 個個都覺得沒問題了 我們買股票就行了 結果 在4月8日 津巴布衛的股市突然暴跌 收盤跌了99.99% 是99.99% 是吧 由 91萬5千點跌到100點 所有人 所有身家都沒有了 股票全部蒸發了 那麼100點跟清零有甚麼分別呢 九十幾萬變成100元 當你銀行存款有91萬的時候 突然只剩下100元 你也會覺得是沒有了 不是 還有100元 你不會當100元是錢 如果你的戶口有九十幾萬 好了 打算人民 拿股票 去炒股 結果抵抗 通脹了 結果沒有了 現在 一次過沒有了 一個國家的股市 可以跌到99.99% 這個是世界歷史上 從來未發生過的 甚至乎 連那些叫做加密貨幣 也沒有試過這樣跌 為甚麼呢 當然有原因的 貨幣這樣大跌 以及股市 跌得那麼厲害 原因是什麼呢 最重要的導火線 就是津巴布委政府發行新貨幣 津巴布委金 用來代替現在流通的津巴布委員 由於 新貨幣 他們認知不足 接受程度也不高 導致 津巴布委員推行的難度很大 新貨幣發行之後 出現了資金流動性不足 在一般情況之下 股票市場更加明顯 好了 股票市場 成交額 在新貨幣發行之前 本來 沒有達到238萬美金 即是1000多萬港元 貨幣換了之後 成交突然跌到22萬美金 百多萬 跌了九成多 由於沒有流動性 沒有人承接 成交大量萎縮 股價就一插下去 沒有流動性 導致大跌的威力 其實A股 我相信也知道了 A股股民 當年熔斷機制 由於 珍巴布委 是沒有熔斷的 那麼他 也沒有跌停板的制度 而成交量突然暴跌 稍微有一點賣款 就立即推倒股價 結果 一夜之間 會跌到這樣 這個真是太恐怖了 99.99 基本上是不要錢 即是說 你100元買回來 不要啦 一元買出去啦 一毫子啦 一毫子啦 甚麼價錢也會賣出去 不然指數沒理由這樣會跌 這次股市歸零 實在是很恐怖的 因為跌九成已經很恐怖了 它是99.99 由91萬點到100點 其實如果你說上證由3000點跌到100點 已經是私橫騙的了 可以跌就可以升的 相同道理 如果 中國的貨幣是出現一個大幅貶值 他的指數也會跟 津巴布衛的一樣 原因就是 因為大陸沒有其他渠道可以投資 你又封鎖了很多東西 他們除了拿錢去買股票 其實真的沒有甚麼選擇 原因就是 你其他的 投資產品 不夠位納 因為中國裡面實際上 人口那麼多 有很多錢 一旦貨幣貶值 人們每個都要作出 換馬的時候 他們除了買股票 就會去買樓 所以樓也不是完全不升 不過 你買一層樓 100萬買回來 現在升到500萬 沒用 你銀子貶了10倍 你還是輸了一半 明白嗎 道理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他們第一時間會衝他去買股票 第二時間就會買樓 不過買樓由於流動性 是相對困難 買樓的誘因就比較低 然後就會買黃金 會大量去買黃金 然後再買就可能是買一些 收藏品 郵票 金銀幣 因為那個市場 市場小 市場小 所以 那些 只是會給部分認識的人去買 正常來說也不會買的 津巴布位 其實 這次的貨幣貶值得很厲害 他們 曾經將它抹了幾個零 100萬億 直接變成一元 現在發行是一元 兩元 五元 十元 即是把銀碼 沒有後面的零 中國也試過 中國 最高的面積是新疆發行的60億 當時他不知為何三進制 三億 變成金圓券的 不知是多少錢 不知是一元還是多少錢 60億 相等於一萬元金圓券 當時最高面積是60億 大家聽到60億 他出了30億 也出了3億 一張紙是3億 到了 人民幣也試過 人民幣最高面積不是100元 是5萬元 當時最高面積是5萬元 5萬元 最後就把他重新發行第2版人民幣 抹了後面的零 5萬元 即是5元 一張10元 大家知道是很大張的 當年有5元 也有3元次 這個就是 其實每個地方貨幣懶快都會出現這個結果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如果你認為股市有沒有可能升跌 實際上最重要的是實質 股市指數升跌 對你未必有作為 未必有好處 如果貨幣大幅貶值 股市升10倍也不關你的事 你計算過你可能也要吃虧 津巴布韋 就是例子 第二個就是 阿根廷 第三個 就是土耳其 土耳其 前一年 是全世界樓市升幅最厲害的地方 原因是什麼 因為貨幣貶值 大幅貶值 人們每個人都衝去買樓 好了 這次時間 我們暫時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多點欣賞廣告 拜拜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 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穩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的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為一些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亦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去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食物 國安安全法 基本法 23條保護私隱工具 隱藏你的IP地址 隱藏你的網上身份 隱藏你的通訊記錄 隱藏你的消費記錄 surfjark VPN 國安安全法 23條之下 無時無刻都要打開VPN Gmail 用VPN打開USIP註冊新的Gmail帳戶 美國虛擬電話號碼 Text Free 免費試用3天 建議長期付費使用 接收各類短訊及認證碼 虛擬信用卡 Wirex App 新加坡註冊新金融機構Wirex 防止各下消費記錄被追蹤 保護各下私隱 避免國安法及 基本法23條迫害